這個對付怪超好用的 你準備好要大噴泉了嗎? 來囉 怪就是這樣死的 大家好 歡迎大家底級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 薩達無雙 災厄啟示錄 我是魏維 今天我想要分享 迷法所有的招式 但我覺得迷法是很特別 他按Y是輕攻擊 不過按X的話 不是強攻擊 按X的話 會製造出一個噴泉 我想講 會在前面製造出一個噴泉 那如果按X的話 就真的是製造噴泉 他不會是強攻擊 沒有攻擊的效果 那除了按X可以製造噴泉以外 按ZR也可以製造噴泉 像這樣 按ZR跟按X都一樣 都會製造噴泉 那噴泉有什麼用呢? 如果前面有噴泉 他在比較低的地方 你按ZR 迷法就會馬上 飛到噴泉的那個地方 像這樣 像這樣子 按X或ZR製造噴泉 然後再按ZR飛過去 飛過去以後 你就可以像林克或鷹爬一樣 用空中攻擊 然後現在前面有噴泉 你按ZR 過去 然後按Y 就可以空中攻擊 一直按Y就可以空中攻擊 這跟林克和鷹爬 空中攻擊的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什麼時候 我想要從上面飛下來打人的話 我就先製造噴泉 然後飛過去 按X 就可以往下衝攻擊人 除了這樣子以外 如果前面有噴泉 你可以按ZR飛過去 然後按YYY 然後X 這是迷法的連招 好像這樣子 按ZR以後 飛過去 YYY X以後又會有噴泉 再按ZR 連續攻擊YYY 然後再按X 可以連續這樣子攻擊 蠻強的 那剛才提到 迷法可以按X或ZR 製造噴泉 不過如果你不停的按ZR的話 會有超大噴泉 超酷的 比方說我現在 一直按ZR 有噴泉以後 我再持續按ZR 就變成一個超大噴泉 這個對付怪超好用的 你準備好要大噴泉了嗎 來囉 怪就是這樣死的 不停的大噴泉 一直按ZR 就這一招 那另外 迷法如果往同一個方向 一直走的話 會跑起來 迷法跑步的樣子 是游泳 除了你可以往同一個方向 一直走的話 會跑起來以外 你還可以持續按B 持續按B的話 也會跑起來 或是也會游泳游起來 在游泳的狀態 如果你按X的話 會潛水 潛水攻擊 迷法也有一些連招 比方說按兩個Y 然後再按X的話 會衝出去 像這樣 迷法會往前衝 按兩個Y以後 按X會往前衝 還會有個噴泉 接下來又可以用噴泉 再用其他的連招 那迷法還有另外一招 按三個Y 然後再按X的話 會發出水彈 像這樣 蠻酷的吧 三個Y 三個Y X 然後可以按Z R 迷法會直接到水彈 那個地方 給壞人一隻 那迷法大招條存好以後 那迷法大招條存好以後 就按A 是水的大招 那迷法也可以發射炸彈 按R以後 按Y 然後按猛擊的話 會有一個那種水球的感覺 迷法也可以使用進駛器 按R以後 按X 就可以進駛前面的敵人 那迷法也可以製造冰柱 按R以後 按A 迷法也可以使用死力 按R以後 然後按B 那迷法也可以用各種杖 比方說用火焰杖 或者用個冰杖 什麼時候要用杖的時候 就按L 這個時候就會有選單 比方說我來用個冰杖 或者還用個電杖 那這個就是所有迷法可以動用的招式 如果你還有什麼我沒有發現的 迷法的招式的話 也歡迎大家告訴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來做更多更多 跟薩爾達無雙 再有幾次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你們 有任何問題 都要保留 都要保留 你們 都要保留 都要保留 決定 都要保留 你們 都要保留 都要保留 你會來嗎?